Lel聊世紀 天野龍關心 大家好 我是Lel 今天要來看亞美尼亞人對上閩甸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 阿拉伯地圖 先來介紹一下藍方選者的文明是亞美尼亞人 亞美尼亞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第一個強化教堂 可以獲得額外的聖物 所以阿拉伯來說他只有五個聖物的地圖 但是有亞美尼亞人出現的關係 所以會變成六個 亞美尼亞人的後期主要是打步兵為主的 後期有著名的白血劍友 復合弓箭手是他的寶兵 也可以無視敵方的裝甲進行攻擊 但唯一遺憾的是 亞美尼亞人的復合弓箭手是沒有拇指環的關係 所以攻擊速度稍微偏慢 而且他的射程也是偏短的弓兵 後期的亞美尼亞人工程部分也是有所缺陷的 沒有大量的重型工程器械 也沒有大衝車、大重頭 這個重型投石車 也沒有火炮、也沒有火槍 所以亞美尼亞人後期是各種缺乏 但是他擁有一個獨特單位 這個戰鬥祭司 戰鬥祭司是可以吃到 宗教狂樂跟神聖思想的步兵單位 他本身的裝甲也是生旅裝甲的 所以對方如果緬甸人轉出銀貫技術 讓自己的弱馬加一點這個 不對喔他是對弓兵加傷害 對老頭不會 但是緬甸人他本身也是有大弱馬的文明 所以如果緬甸人這邊轉出大弱馬 去反制戰鬥祭司的話也是綽綽有餘 所以這一場基本上亞美尼亞人是偏不好打緬甸人的 好那我們接下來介紹一下緬甸 緬甸人最大的特色是有免費的伐木技術 那他還有擁有步兵 每身一個時代加一弓的特色 所以他的槍兵跟劍兵勇士 到了後期帝王時代 傷害都是非常的高 那緬甸人的毛相夫也是鎧甲最硬的一個 毛相夫文明 那要說緬甸的話還是他的寶兵 飛鏢騎兵是非常凶狠的 他也可以算是一個團戰之鬼 不管你要打寵兵種呢 飛鏢騎兵只要數量起來基本上都能打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目前看到地圖的部分呢 亞美尼亞人 來看一下這邊黃金在下方 上方有黃金 右邊有石頭 左邊有石頭 還有這個古樹草 配置上來說看起來還可以 不是還可以 是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就是還蠻正常 除了這邊豬 顯得有點多人吃喔 13個人吃豬 是蠻不正常的畫面 豬的話大概是8到9個人去吃就好 13個的話就會有些人會卡住 好果然分了一些人去吃果子 他應該也覺得怎麼都多人在吃豬 好那這把比賽呢是Hera 那Hera現在是目前公認喔 四季帝國最強的玩家 甚至有超越viper的這個樣子 那我心目中最強的還是viper 那Hera呢 但他實際上是贏過viper的玩家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Hera這把會怎麼打 Hera這邊是後面補了四個果子 然後還有補了一台羅車 五個人伐木 下面也是五個人 十人伐木 然後這邊開下了一個軍營 那這邊是不是有挖黃金的喔 剛講完就開始挖了喔 OK 挖黃金的話可能是會直接下公兵開局 那緬甸這邊呢通常都是轉落馬開局 落馬轉公兵、毛兵 然後再轉這個地龍時代的飛鏢騎兵喔 是比較常見的策略 這邊緬甸人是決定補萬 他沒有木頭 所以補下這個馬舅 木頭稍微補的不太夠 再補了一些不到十個人 那要下什麼呢 這邊決定是先下一個房子 有一隻洛馬敲了一下跑掉 上面補了一個射箭場 這邊落馬應該是有看到 前方是補了射箭場 所以決定要補一個射箭場進行反制 唉唷 這邊緬甸直接抓掉Hera一村 非常的賺 好毛兵直接補下 開始要量產出來 後面的配置 看起來也沒什麼太奇怪的地方 十二木 這個傻瓜玩家該不是VB吧 居然打二五 對世界冠軍等級的人 打二五 是想不開了嗎 敢挑釁這個世界上最強的玩家 你敢信 這個傻瓜玩家應該是VB吧 龍老師 沒意外的話這應該是龍老師 這邊 毛兵直接逼回去 看來Hera被他的二五有點刺激到了 把這弓兵派出去了 也沒配槍兵 看來是完全不擔心對方有這個肉馬包夾的問題 但確實現在緬甸人只要出這個毛兵 就可以壓制回去了 那亞美尼亞人經濟加成 並不是很明顯 雖然他研發這個伐木技術跟挖金挖死 有這個額外增加效果 這個挖金速度或是挖木速度的加成 但其實沒有到非常理想這個加成的效果 甚至有點看不太出來有多大的變化 對亞美尼亞人往往在這個地方 這個經濟上都會輸給對手 那目前看到是三村對上三十一村 這邊毛兵直接打進來 這邊想要下面圍 但是槍兵跟肉馬還是走得進來 Hera沒有第一時間把這裡圍起來 但還是順利的 隔離下放槍兵跟肉馬 那這個肉馬只剩下一滴血 看來人做到事情也不多 這邊想要直接走過來 收村 哇被走過去了 毛兵直接扛著城鎮中心的傷害 走到了下方 繼續騷擾 那亞美尼亞人本來是想要偷兵 就是補岸兵 想要偷一些經濟上去的 城堡斯帶 但這邊被對方溜進來的話 士兵一定要帶一些毛兵出來了 所以這邊毛兵要繼續補 那應該也不用補到馬舊才對 馬舊的話還要再花175目 感覺這把Hera的經濟調配 並不是非常的理想 木頭有點爆炸 木頭來到了快要500目了 17個人挖木了 有點偏多了 多到拉了一些人過來撒農田 剩下3隻毛兵 順利解掉 這隻肉馬不敢動 剩3滴血而已 前方應該就是這樣了 後方又拉了3隻毛兵過來 工兵又再逼退 3滴血的肉馬 又要繼續探圖嗎 偷點一下工兵 是偷點肉馬 終於把這個肉馬給點掉了 那這邊是由緬甸人 先點下了城堡時代升級 那緬甸人呢 他對於對抗工兵來說 稍微弱了一些 因為他的戰毛兵 只有這個一擊防 所以遇到對方的強弩 還是很容易被射穿 所以通常緬甸人呢 打工兵單位 就是需要靠肉馬 或是騎士單位 搭配這個銀罐技術 進行反擊 會比較適合一點 不然就是直接出 大量的飛鏢騎兵 那飛鏢騎兵這個單位呢 也可以吃到 安息人戰術的影響 所以遠方來說 也會高一些些 那以前的版本來說 是沒有這個安息人戰術的 是在今年年中 是有稍微buff了一下 那下方兩隻肉馬 兩滴跟兩滴 後方補了一個強化教堂 喔 戳到了 那緬甸人這邊是 開了城鎮中心 走一個正常路線 好 轉出了老頭 緬甸人的老頭也是特別厲害的 因為他的修道運科技 基本上全部都是半價 最扯的地方就在這裡 全部半價 就意味著他可以更快 轉出大量的生旅科技 奧羅蒂洋時代 緬甸人的老頭也是滿反的 好 那緬甸呢 基本上他的老頭科技是全開的 只有這個異端寫說是沒有 沒有 有點狠 小約 大量多採用 優美奈人補殺了護衛技術 轉出來的東西是 戰鬥祭司 戰鬥祭司的話 他是不能早上敵方單位的 但是他可以撿生物 好 顯然就趕快跑 那戰鬥祭司的移動速度 是0.85 有護衛技術的話 比這個老頭一般的生女去減生物還要快 這算是雅美尼亞人的一個小小的優勢 沒有減生物的話是0.94 減生物的話移動速度會稍微慢了一點點 趕快出戰鬥技師把這個生物減一減 那在12月的時候會有一波改版 相信有些觀眾已經知道改手了 那這次改本最大的特色 應該是讓這個城堡時代的修道院裡面 新增一個弱化型的這個忠誠信仰 可以抵抗對方的招想的時間稍微變長一些些 所以我們都會把它稱為小忠誠信仰跟大忠誠信仰 而且忠誠信仰這個大忠誠信仰價格也變便宜 本來要1000肉變成500肉750黃金 雖然價格下修非常多 應該價格下修之後會點的人也會跟著變多 這邊已經點下救贖思想 投死車直接被招降掉 回頭打一發老頭 但沒有打到 剩下槍兵上去收掉 沒有問題 前方這裡是維持 現在緬甸的騎士無法進來 亞美尼亞人這邊補下槍兵的升級 亞美尼亞人也可以提前一個時代 進行升級復兵單位 例如這個級兵或是劍兵勇士 都可以在城堡時代升級玩 比較常看到的是在城堡時代升級級兵 劍兵勇士是稍微偏少一點的 這邊還要繼續打老頭戰嗎 秋刀院是兩個 兩個也可以 沒有補到三個 這邊直接來all in一波 上前蓋堡 直接繞過你的前線基地 到了後方補了一根城堡 然後控住你的黃金 這一招打得非常好 人家強軍是你 你就去插他城堡 這個想法是ok的 別人對方往往只有槍兵在防守的話 他就意味著 要處理你這些蓋城堡村民 是比較困難的 可能只要損失個幾寸 就可以把這個堡給蓋起來 由於Hera知道 現在緬甸有救贖思想 所以投石車現在也不太敢輕易往前 後方直接拉了一堆騎士過來 但投石車砸到了兩隻肉馬 還是順利收掉了一台投石車 第二台投石車可能來不及 被招翔掉了一隻騎士 Hera這邊也是往前插 我們之前看到這個城堡前壓的策略方法 反制的方法就是你也插對方 就是你插我我也插你 這個確實是一個良好的反應 這個判斷是相當正確的 那Hera這邊也是插了緬甸的黃金 跟城鎮中心喔 如果被控到 下方墓區也被射掉了幾村 那這波交換來說 就不會太虧了 但就Hera這邊也是村民 被射掉 這個田要不要低掉 這個低一低吧 為什麼要低農田喔 最主要是因為農田不低掉的話 村民會自動跑到這些 沒有人種的田 自己去跑過去種 然後結果導致你的村民被射掉 所以遇到對方壓寶的時候 記得要把這個農田給刪除掉 避免自己的村民損失更多 前方的村民 但是Hera這邊是沒有上帝視角的 並不知道右邊是個墓區 很多人在伐墓 那也有可能他探土少找就知道了 但他也不太想要全部往前 也是稍微有提防對方的僧侶 好 上方直接補了飛鏢騎兵出來 飛鏢騎兵開始屠殺 哇 團戰之鬼 就是這麼的兇猛 那這個飛鏢騎兵喔 只能用戰毛兵或是工兵 去處理會更適合一點 用騎士去追飛鏢騎兵的話 很容易被打帶跑 全部被收掉 自己的騎士 好 那我這邊就會有點好奇喔 亞美尼亞人要怎麼打緬甸 畢竟亞美尼亞人的工兵單位 那個復合弓箭手 手是偏短的 打飛鏢騎兵並沒有太大的優勢 甚至有點互相傷害 那打一般的奴兵的話 射程會比這個 飛鏢騎兵多一點點 唉唷 結果前面還是轉出了 復合弓箭手 好 那緬甸這邊還補下了一個 贖罪思想 那這個科技 是用來招響敵方的單位的老頭 在這邊 亞美尼亞人 這邊爆太多的 戰鬥技師或是生律 所以我可能會被招響掉 在農田中間補了一根新的寶 擋手一下 這邊飛鏢騎兵過來 第一時間攻擊的是頭死車 頭死車能夠擊潰修得回來嗎 後方有老頭過來想要著想 但是最後還是被飛鏢騎兵給丟死了 頭死車瞬間被解光 但是飛鏢騎兵也是死了幾隻 殘血的飛鏢用老頭稍微補下血 這邊也補了一根寶 不想要讓Hera這邊爽爽挖前方的金喔 右邊也補了一根新的城堡 眼鏢這邊防守算是ok 但是還是慢了幾拍 沒有辦法 我覺得眼鏢這邊反應算是蠻快的 畢竟可以吧 往前的太突然 這邊蓋城堡可能會損失個幾村 如果攻擊手打錯名還是有傷害的 好 往前一點 哎呀 攻擊手可能要死光囉 好 飛鏢騎兵過來收掉剩下的攻擊手 哇 攻擊手全死 下方正在挖木頭的村民也要拉走 那就是亞美尼亞人跟喬治亞的優勢喔 羅車帶著走 好 那前方兩根城堡緬甸並沒有繼續進攻 好 這根城堡蓋起來了 但是亞美尼亞人的村民數喔 120村對上米墊80村喔 村民差距來到了40村 看一下經濟現在差多少 經濟的部分現在是差距了6000資源 這也是我們剛剛開頭講的 雖然飛鏢騎兵喔 雖然強喔 但是就是貴阿 出了這麼多隻 但是必定是有傷到一點經濟的 本來想要在這邊蓋一個城堡 但是這裡城堡的下方喔 是有農田的 有農田的地方喔 就不能蓋了 先大家的說明去解決掉這根劍塔 這根劍塔解決掉 後方還補了一個新的 這邊被射死了一村 現在還有彈道學的關係 劍塔射得非常遠 而且是升級到了防禦劍塔 正上方的城堡還在互射當中 沒有什麼太大的改變 補下一個新的寶 想要控制上方的農田 讓HERA沒有辦法升到帝王時代 但帝王時代只剩下15秒就要升級好 這根寶 待會蓋下去可能過不到5分鐘 就要被拆掉了 直接在農田中間 Delete掉一些田 補了一個新的城堡在中間的位置 飛鏢騎兵想要直接往前搜村民嗎 不敢 畢竟防禦劍塔很痛 7加2的傷害喔 這裡緬甸又拉了幾隻村民到了後方 想要碰住這裡的黃金跟農田 冥甸這邊打得非常好 這邊寶都插在重點位置上 然後HERA這邊要一直瘋狂移動 讓臭兵一直到安全地方去 亞米尼亞人補下了三級色跟化學 劇情投資機瘋狂量產 每一棟城堡都愛來一台劇情投資機的樣子 緬甸現在想要打贏的話 可能還是要上個帝王時代 但現在上帝王時代的話 還是太慢了 但現在又不能一直出兵 然後去打擊HERA的經濟的話 可能也是慢性自殺而已喔 所以他現在應該是要全力開稿 唉唷 他在開稿了 看到了 原來在這裡開稿 就希望老頭招搶一些村民 附和弓箭手 並沒有瘋狂潛壓 反而是守在了一些資訊點上 去反擊過來的飛鏢騎兵喔 好 這邊稍微收村 這邊飛鏢騎兵進來 直接被箭塔射成蜂窩 倒在地上 哇 這個箭塔蓋的真是好 箭塔防這個飛鏢騎兵的效果 真的是蠻好的 好 這邊軍情投資機開拆 左右兩邊的城堡 好 上方跟右邊的城堡也已經全部殘血了 OK 那這些寶被拆掉的話 緬甸人就只剩下最後兩根寶 這兩根寶再被拆掉的話 緬甸人就不能產出飛鏢騎兵了 而且現在正面的城堡也掉的話 後方這一大片經濟也要慘招搬家 HERA這邊的抗壓能力非常好 被壓寶也是非常冷靜 最近這一田傻很多 經濟早就已經上去了 上方的緬甸人 開始往後搬 突然發現事情不太妙 怎麼按了一台貿易車隊 難道他想跟敵人貿易 但是HERA表示他不想跟敵方貿易 但我拒絕 這一坨飛鏢騎兵直接走了進來 也無視城的中心 這邊打錯名速度非常快 一發好幾隻 那邊的全部圖完 反而是往後拉走了 右邊的亞美尼亞 複合弓箭手 開始往前壓制 左邊的城堡終於解掉了 讓飛鏢騎兵看到你往前 那我就來打你的巨型頭石機 巨型頭石機 現在的防護力是非常不弱的 可以快速拆掉 現在防護力只有8 肉馬加上複合關鍵手 繼續追飛鏢騎兵 稍微反擊回去 好這不對射有機會射贏嗎 哇 複合弓箭手射贏了 現在擁有三級射的複合弓箭手 射成來都是7點 那是優於飛鏢騎兵的5點而已 當然飛鏢騎兵打工兵速度效率還是很快 畢竟會打歪的話 攻擊起來就像擴殺傷害的效果一樣 可以一次擊殺掉非常多次的單位 但是緬甸呢還是終究打出了GG 時代上的弱勢 還有經濟上的弱勢 不得不打GG 看他的25 已經25失敗了 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亞美尼亞人 拿到13000的資源經濟的優勢 那軍事方面呢 則是 兩邊都是1.00 這個有點特別 很難得可以看到 這個KD比率是一模一樣的情況 兩邊都是KD1 這是不分上下的一場比賽 那策略上來說呢 我覺得緬甸沒有問題 那問題上是說 可能 沒有找到更好的地方 擊殺掉亞美尼亞人 開農的區域 那這裡有一部分 也是因為HERA這邊 防守做得很好 那我在一些關鍵的農田地區 插下一些劍塔 進行防守 那等緬甸的飛豹騎兵過來之後 才發現HERA有劍塔 才需要拉一些村民過來蓋寶 但過來蓋寶的時候呢 就讓亞美尼亞人 這邊已經可以點下 帝王時代 進行反擊城堡了 所以防守反擊 為什麼這麼厲害 就是在於他的這個 反制手段 還是比較穩定一點 而且有開農的關係 後期要轉從兵種去反制敵 沒什麼太大問題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也就差不多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